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跟族群的立场 大家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儿童疫苗确实是需要打 因为这个Omicron的感染 它的感染的例子 虽然都是无症状跟轻症 但是感染率很高 儿童感染之后 因为它所花的社会成本 以及家长的关心这些 都会可能的问题是不一样 跟我们一般成人如果是无症状 轻症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在整个族群里面我们最关心的一个是老人 另外一个就是儿童 老人目前来讲大概是5%感染 但是我们也看到小于5%感染 我们也看到说慢慢就是说 我们有一些人就是因为老人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来到儿童这个部分的时候 儿童感染刚才我讲的就是说 所牵涉到社会成本的问题是这样 但是这个是族群层次 可是当政策决定要打的时候 家长的第二个层次就是个人层次 个人层次就是家长跟这个 他的经常的小儿科医师也好 或者是家庭医师也好 可能你们做出来的劫策 需要跟他们 大家都要好好来做个人劫策 那小孩子疫苗在国外本来 大家其实打的都非常谨慎 那我这个地方我第一点要先提出来 大家一定要先注意一点 在我们谈个人劫策之前 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本身健康状况不是很好 特别是像免疫缺乏的 或者是本身有家族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有这个家族的这样的遗传的 心血管疾病的这些基因 我会建议你们一定要打 而且要跟临床医师来做这个 来做这样的一个决策 我请教这个陈教授 我觉得好像家长会普遍觉得说 我家如果说有那种免疫系统方面 小朋友反而是不应该打 就您的意思是说要打 你一定要跟你的临床医师讨论 如果你临床医师认为你要打 你就一定要打 其实这一群小朋友才是我们今天 有些时候你感染了之后 反而会引起后面很多的 跟没有打疫苗的人的病发症 会参政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大家忽略掉的 就是健康状况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不应该用这个名词 不过因为题目上面很短的时间 就是说有些小孩子比较肥胖的 或者是他就说这些都是 你得了这个Omicron之后 他跟其他的小朋友得到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部分不要被忽视掉 虽然他占的族情不会太多 所以其实为什么每个国家都要 政策都要去支持小孩子打 就是怕如果你讲政策不打 那很多人这一群小孩子就被忽略掉 到时候他会造成这些遗憾 反而不好 所以他都先宣布说 所有政策上面要先执行要打 至于劫策要不要打 那就要看你小孩子的这个状况 来跟临床医师来做决定 那今天国外为什么大家很难劫策 包括我们自己都很难劫策 是说因为小孩子得了大部分 如果你健康状况好的Omicron 他都很轻症 包括这些婴幼儿 所以大家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大家觉得那我有什么要打 婴幼儿没得打 5岁以下没得打 但是其实你只要是12岁 可是他染疫 对他染疫的话 大部分都轻症 为什么 因为婴幼儿还有母亲打了疫苗之后 可能这些抗体都还会保护他 这些等等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还是会建议 在这种情况之下 因为这种都是大家抉择 那我是觉得你还是要跟你的临床医师 经常 你们家的这个经常很熟悉的医师 去听从他的意见 如果他建议你要打 我还是觉得你应该要打 是 那如果说他有一些 他有一些考证 因为他看你最清楚 比如说有些小孩子 他可能是有过敏性的问题 那这些他可能就不会听你打 所以我是觉得 我认为就是说 我刚才已经分析了 从个人 从个人 决策到整个政策的决定的层次上面 他的思考点是不一样的 那小孩子感染是 老实讲 其实他真的不能够跟我们一般来讲 等下我们谈到的这些无症状 轻症感染 大家真的不要太紧张 因为这些都会康复 可是小孩子会带来很多的这个社会 国家的这些所需要的成本 以及他教育所付出来的这些代价 所以他的考量点真的不一样 那家长的关心的同理心 我们也要考虑进去 所以我们在考虑这个 就是如同我前面的 从小孩子的健康跟医师的执行 以及最后判定之后做出的决策 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目前来讲的 这样的一个情境 是 可是教授 因为也有好几位医生 我们不能够说是大部分 你就只是说有好几位 属于意见领袖型的医生 都说这个像比如说BNT 他对于婴幼儿那个防护 就儿童啦 不要说婴幼儿 儿童的防护也只有12% 所以他认为说这个效果不好啊 所以不必打 现在目前来讲 就是说儿童的疫苗 其实老实讲跟这个 目前我们打成人的疫苗 我认为就是说 虽然都是第一世代疫苗 可是它对于防止重症 其实我们不是要防止它感染 防止重症 因为你有些时候感染之后 怕它变成是重症 所以基本上来讲 对于小孩子来讲 跟我们现在打疫苗的观念是一样 就是说这第一世代疫苗 其实来讲就是说 它是防止重症 那有些时候你防止重症之后 其实感染之后 无症状的时候 家长就比较不会担心 我只是说这一点 所以如果你是说真的要 百分之百让他保护 那不要感染 这就是今天大家的结责嘛 所以我刚才也谈到就是说 因为他是轻症 然后呢 他打了疫苗之后 也没有说百分之百 再加上就打了 打了疫苗之后 可能有一些副作用 大家 虽然副作用 在目前来讲 老实讲 心肌炎这些事情 跟年轻 青少年是不一样 他没有那么严重 也没有报导过 可是家长还是会觉得 会有一些担心 所以我还是觉得说 这个部分 对我们的医师来讲 做医师之行是最重要的 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的目的如果是 对重症来讲是有效的时候 我们当然都是站在这个观点 来鼓励来打疫苗的观点 是 那就成人的部分呢 特别是老人的部分呢 您刚才也提到嘛 特别是老人 我们就很关心这一块 小孩老人 那现在这些死亡的案例 好像就是老人这个打疫苗 没有打疫苗的这个死亡的重症 然后到死亡的比例 好像是好像是真的显示出来说 疫苗的保护力它是有的 就是转重重症 重症到死亡这个部分是有的 能不能这样说 这样子的一个数据 能不能够去鼓励老人家 很多人现在可能一记都还没打 赶快去打起来 是的 我觉得这是我们最近才 这是台湾的资料 我跟乃兴这也是第一次在电台上面报道 因为这也是我这两天才做出来 就是说台湾目前来讲 我们的这个追加剂 是预防这个死亡的这个效益 大概91% 重症大概是83% 对就是打第三剂 相较也没有打的 所以中症大概是70% 那中症本来就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疫苗真的不是在预防 完全是在预防这种感染 您说防死亡本来91% 对91% 对对对对 重症是83%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看到就是说 尤其是老人能打的尽量打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都知道打了两剂疫苗 本来这个细胞 记忆免疫都还存在 可能会启动你的这个免疫细胞 当你在遇到Omicron 就会让它减低重症 因为因为老实讲 现在的疫苗都是在对付重症跟这个降低住院 其实老实讲 对感染第一世代疫苗 大家也知道它的效益 慢慢就效益会消失 所以没有错 可是重症跟死亡 因为你的身体免疫 你的免疫的记忆细胞是存在的 可是老人不一样 我们最近就发现老人 其实为什么他 其实如果没有打第三剂 可能会相较于第二剂来讲 会比较大的差别 是因为只要是 因为老人可能他的这个 这个记忆免疫细胞 要启动他这些 这些发言这个免疫细胞 去去这个把病毒 把他清除掉 他可能没有办法 像我们一般来讲 比较年轻 特别是75岁以上的人 他没有办法 所以他打第三剂效果特别好 对不起 陈教授 您再说一次 您说老人他打第三剂的必要性 是在于说 他不像一般的成年人 打两剂的时候 他的那个免疫的那个记忆细胞 他的免疫细胞 功能不够强是不是 对 他没有办法 激动他的免疫细胞 像我们一般50岁以下的人 通常你 对 所以你 你年纪越大 你这个 以及的激动免疫细胞 虽然你有记忆性 比如说你 即使你今天打了两剂 你还是有这个记忆性 所以一般来讲 在60 75岁以下的人 通常他这种记忆性 还记得的时候 他会去 他会去刺激我们的免疫细胞 很快的就是激动他 可是这一块在年纪很大的 尤其有慢性病的人 那慢性病 有没有好好控制的情况之下 特别容易让他这个能力丧失 所以你打第三剂 有些时候是在 帮他打加强针跟补充剂 让他呢 跟这个 特别有慢性病的人 他可以 让他这个抵抗发炎反应的速度快 所以他这个效果 您最近做出来这个效果 这个 这个报告 对不起 对于我们的 在这个疫苗的这个覆盖率上面 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们到现在真正是面临到 Omicron的这个问题 大海啸的来袭 可是我们的疫苗的覆盖率却不够 这个是我们在之前的时候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其实没有没有在这个地方做好的一个 很很大的缺失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要来请教这个陈教授 就是在面对现在已经是这个疫情大爆发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要防止的是医疗崩溃 第二个要防止的是这个行政崩溃 那这两个问这两个层面呢是相关的 他跟我们现在措施有关 我们现在呢你快筛阳性不够 你必须要PCR阳性 你才能够确诊 你确诊之后 你才可以得到你相关的这个医疗的处置 第二个呢是你要PCR阳性之后 我们快筛阳性我们就要接到居隔通知书了 那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接到居隔通知书呢 就是因为呢他就牵涉到你请假啦 保险啦各方面 所以我们先讲这个居隔通知书好不好 因为这个陈教授呢是公卫专家 这个很不必要吧 这造成很大的负担吧 是 其实其实我 因为我很久没有跟聊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们对于欧美国的思维一定要改变 我们的思维改变就是说 我们虽然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接诊个案 可是真的 因为我们的民众已经打了这么高的覆盖力 才有今天我们得到无症 大部分都是无症状跟这个轻症 所以其实这些 以国外的经验来看 这些都不需要再做这么样的一个硬性的这样的一个管理 也就是说这些 及格的这些程序 以及电子围理 这些全部 我认为全部慢慢要解除掉 这些速度要快 对因为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会牵涉到 这牵涉到所谓的这个 这个法律 法律的这些程序的问题啦 对呀 所以民众潜意当然是这样 所以你如果今天 你没有用传病防治法这个精神 让中央劫测者把这个东西把它做解除 是没有一个人有办法负担的责任 所以这个部分 我认为本来就应该速度非常快 所以我前一个月就在喊 这就是我们提前部署 在行政跟医疗上面 就应该要行政部署的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本来就是要朝这个方向 其实以纽西兰 因为我们知道纽西兰是我们的 为什么是我们应该要去他山之石 我们可以借由他 因为他们的 他们借着应该是15%的感染 可是他们的死亡非常的低 那所以他们其实已经从 从非常运性管理 已经都变成自发性的软性管理 所以也不再是 不再有这些电子围离 以及机格这些通知 因为这些其实都应该 慢慢把它这个简化 然后对民众来讲 产生变民的这样子的最大的可能 是 请教这个陈教授 我想我们很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很清楚 您说他跟这个传染病防治法的 这个中央的这个决策 跟这个措施有关 就说他现在如果说要取消 就说你反正我这个确诊了 我根本就确诊了 我就自己就自己管理我自己吧 像我得到流感 我也不需要区隔通知啊 我就是在家这个 我就在家五天 就结束了 而且他还是建议你说 你可以在家五天 你事实上你不在家 他好像也不会怎样 所以这个 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在那个 现在把它有一个强制规定 是吧 因为你中央指挥中心 成立的期间 这个就是整个国家处在 法定传染 对 他是五类的法定传染病 所以他的处理方法 可以从很多种层次看 你如果五类降为四类 那就是你刚才讲的 乃金比较流感 就不会有这些今天及格 这些等等的这些 探析问题 因为他就照一般 我们走的传染病的通报系统 就没有今天的 可是你中央指挥中心存在的一天 他就是代表国家 对于这个流行 对于世界流行 所以这个法令的遗迹 一定是要由中央本身来执行这个部分 让他把这个所谓的机格 以及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 电子围理这些解除 可是陈教授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了 那陈时中就不能当指挥官 对 可是不是 这个问题 他会考虑这个 他会考虑这个 不是不是不是 谁当指挥官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说 他是不是考虑这个权力 我我我我 其实老实讲 我并不了解 他们的想法是不是 但是我的意思说 就就这个 整个我们的思维来看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 你知道我感觉 为什么今天五类不能当思类 因为WHO 还没有宣布是这样 所以对于我们 整个国家来讲 我们不可能 就是说 独立世界之王 陈老师就说 其实他一个很根本性的一个做法 其实就把这个法定传染病 降为就是非法定传染病 把这个COVID-19的这个 这个病 这次的大流行 但是呢 您要您刚才又提到说 因为现在WHO 他还没有把它降下来 所以我们国家 也不能够自外于 这整个的全球公卫体系 那该怎么办 是啊 所以我们当然就是要提前部署 应应这个措施 其实我们国家是可以来修正 第二层次就是说 不一定要降为失略 可是这中间会牵涉到说 对于及格的程序 对于及格中间的这些管理 自主健康的管理 这个我们是有潜力在 每个国家可以做出自己对于 对人最有利 对 这就是你前面讲的行政 所谓的行政预防行政 能量崩溃的一个方式 因为现在的整个疫情的发展 其实它无症状跟轻症 已经不会再对社稷造成 太多的社稷上面的传播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对于造成重症的一例 因为你知道这个Omicron 真的是不太一样 就是说大家 我也跟大家讲 就是说我最近不太喜欢用黑素 我其实是因为 因为它跟Delta Alpha不一样 是说它得了这些 无症状症状 以后反而是变成 社稷免疫保护率的工程 因为它有抗体之后 它保护了免疫力 这就是国外为什么 今天流行结束的原因 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 它疫苗打得很早 早就都失效了 所以对于保护感染 保护重症都在 但是保护感染 其实没有了 所以他们也因为 这些无症状症状多 所以他们也不特别处置 都是 都是居家康复之后 然后就产生免疫保护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观念 要整个要改变过来 因为你这样子 会让民众 没有办法走出这个 切勿这个猎物的这个心理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 如果你是这样做的时候 那你这些行政程序 是不是随着这个程序 那你我们就可以 利用这样的一个顺势 就是把我们现在这些 及格这些把它解开来 那这个就是中央跟地方政府 在10点钟的那个会议方面 可以去跟地方政府 双方达成共识之后 来做成这样的一个协议 但是这个就是比起中央 来做主要的这样的一个 触动者 对啊 因为这个现在的做法 完全完全完全不能够 因应这个Omicron的这个 扩散 你这个搞到什么10万人了 现在几万人这个 发这个居格通知 都已经把大家给搞疯了 你接下来之后 还还要还要再 再造成多大的这个困扰 所以说您刚才提到说 就应该仿效 这个纽西兰的做法嘛 我今天呃 反正我确诊了 我就在家就是自主管理 然后我好了之后 我就再出门 才能够再出门嘛 然后他就是会要牵涉到 后面的这些的给付啊 理赔啦等等的东西 规定的都要相应的来改啊 呃 比如说我们之前的那个保单 他是不是要改成变成是 以前就是你只要收到 居格通知 你就可以去申请给付嘛 哦 那现在呢 因为业者的这个陈情 他以后呢可能就会呃更改啊 那更改的标准是什么 那中央跟这个业者呢 应该还会再去再去拟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呃 他这个里面牵涉到 就是医疗能量崩溃的第一关呢 就在于说到底是 这个快筛阳性 我是不是就能够不用再做PCR 您觉得什么样做才合理 其实这个部分最重要的 我觉得呃 这个快筛跟RTPCR 这个替代的问题是一个趋势 但是这个地方要 还是要站在民众观点看 其实他最重要的问题是说 阳性之后 民众到底后续的处置要怎样 因为你有些时候阳性之后 你可能出现症状之后 没有赶快就医 就很容易变成中中症 所以为什么今天 没有办法马上这个 以这样的口号来代替 会让民众混淆是说 民众以为这样子就可以 在家康复就好 可是万一他有症状 变成中中症怎么办 所以我们应该要这样修正 就是说以快筛代替这个 是一个这个减低RTPCR能量 减低我们所有的医疗能量 不用急诊排队这样 但是我们一定要呼吁就是说 以快筛 然后一定要让民众 适应一段时间 就一两个礼拜之后 大家都熟悉的 我们现在其实还在 都排队领这个快筛 快筛的使用快筛的这个 要适应一段时间 我们不是领我们是买 对 要适应一段时间 所以说你现在就是 民众适应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他都知道了 我是阳性的 我后面处置到底 配合你刚才的这个 机格以及电子威力 这些程序 到底是怎么做了之后 那你再把这个快筛 再提代阳性 才能把这个口话喊出去 或者民众 最吃亏的还是民众 因为民众到这个阳性 完全无法处置 那万一他有重症 他没有有症状出现 他没有去就医 就形成遗憾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 因为我也知道 大部分都是轻症 跟无症状 可是就是有那一部分的人 比如说像什么部分的人 就是如果你在家喘得很喘 你又发烧不退的这种 你就要赶快就就医 我觉得对民众 还是要有一个最重要的交代 而不是用口号 来期待这个事情 是说你快筛阳性 到底民众要怎么处置 是 那我只是跟大家讲 其实大部分快筛阳性 的部分的人 老实讲 你们也可以安心 就是说 其实这些部分 大部分也都可以康复 那快筛阳性 其实找到了 高病毒量的病毒 所以老实讲 就是说这些部分 他其实对于这个 社系传播的阻断 是有帮忙 是没错啦 但是就是说 如何后面的处置 是一个很重要的 关键点 是 可是从我那个同学 那个染疫的这个快筛阳性 然后PCR阳性的 染疫的这个情况来讲 他那个 照道理说 这个大学生研究所的学生 他们应该是身体条件 比较好嘛 年轻嘛 可是他们的症状 都比流感来的严重 好多人 对 每个人其实都 每个人真的 差异性很大 所以你有症状出现 但是你的症状 如果慢慢变好 大家也可以安心 听众朋友的 就是说 他确实跟流感 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他如果 他最主要是 会不会慢慢变好 如果他高超 这个自己要知道 这个部分 对 一直喘喘喘 那你就可以开始 使用血氧剂 如果你没有 但是你一直喘 一直没有改善 那这个其实占的比例 其实难机很少 其实并没有很多 但是就是说 这个部分 大家要非常小心 只是说 没有警觉的个案 都会变得 比较突出 在报道上 你的意思是这样 比例上来讲 它是少数的 可是我们也不能忽略 就是每一条 每一条 每一条 就像我最近看到 中重症来讲 跟死亡 我都觉得 就是你前面讲的 医疗能量 有些时候 有可能就影响到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治疗的品质 以及他们的招呼 因为医疗人 也没办法有 对 对 有没有可能 还有很重要 因为那个慢性病病人 就是说如果你有慢性病 你不要为了这个病 怕去延误了这个 慢性病的控制 跟说一些疾病的控制 反而你感染之后 会对后面的病情 会有影响 这是我们最近 我们看到 所以大家一定要 把慢性病控制好 是 但是现在问题 就在是说 这个急诊 这个部分的能量 都被PCR给塞爆了 是啊 所以这是很大的 一个麻烦 我请教这个陈教授 他有没有可能 就说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他在做好 他因为 我们现在真的 就在跟时间赛跑 你晚一天呢 取消那个居隔通知 的这些的硬性 过去强硬的这些措施 什么电子维力啊 什么的 他就造成这个行政 这个部分上面的负担 他就是一个循环的 你照道理说 基层的这些卫生单位 他们应该要负担到后面的 就像是您刚才提到的 你这个轻震在家的时候 我能不能够给予 给予你相关的 这些医疗的支援 这才是应该 行政单位要做的 他才能够去进一步的去 减低那个医疗院所的 那些的量能啊 但现在呢 他们都花一大堆时间 在做这些行政的事情啊 那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应该 可以同步的 就是 就一个时间点 什么时候取消这个 居隔这个通知 电子维力这些设施 然后怎么样认定 怎么样让你自己认定啊 有有这样子染疫的风险啊 快篩阳性或什么 他可以 他是不是应该同步来做啊 是啊 其实这有两个大方向 除了刚才乃军讲的 非常好的就是这个 整个行政程序简化之外 同步来做这样的一个 往自发性的软性管理来做之外 其实很重要就是 匡列一定要精准 而且我觉得匡列以来讲 其实现在匡列还有意思吗 还有意义吗 所以我认为就是 我认为就是说 这匡列的部分 应该渐渐走上流感化的歧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所以为什么快篩自我监测 民众学习这些 提高健康智能是非常重要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不需要匡列 我觉得 我觉得是不需要匡列 但是这要有实诚 要有实诚 因为 因为怕是小孩跟 这个儿童跟老人 因为你一下子把它解开 儿童跟老人 你感染太多 会造成这个 没有打疫苗的重症 或慢性病这些的重症 所以要逐步 但是逐步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也不能太长 也不能太长 但是大家就崩了 但是这些人很少 你匡列一定要 尤其是医院里面匡列 不能够 就是说医院 我认为医护人员是 不需要匡列 让他们可以这个 轻症可以继续在第一线负责工作 但是他轻症之后 就要让他有时间去休息 康复 这个部分是这样 那你匡列之后 你其实很多的急诊 以及很多的这个 其他的这个医疗 就是因为匡列之后 对啊 像我们就 像我就是密切接触者 我根本什么状况也没有 我也得去PCR 就是占了人家的这个PCR 还有急诊的这方面的能量了嘛 而且你很容易找到PCR 是28到30之间的 可是你确实是无症状跟轻症的 所以这个就是后来你看到 我们看到了很多 就是说非必要的这样的 RGPCR的部分就在这里 是 非常谢谢陈秀希教授 来为我们做精彩的分析 谢谢陈教授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谢谢陈教授 谢谢陈教授